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三农报道节目 首先来关注一组脱贫攻坚方面的消息 甘肃省21号宣布省内所有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 21号上午甘肃省召开新闻发布会 经过对甘肃尚未摘帽退出的八个县 进行省级行业部门单向验收核查 第三方评估检查等程序后 宣布甘肃全省75个贫困县已全部摘帽退出 此次摘帽的75个贫困县中 58个是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县 17个是省定插花型贫困县 到2019年底 有67个县陆续摘帽退出 这次摘帽的最后八个县分别是 临下州的东乡县 临下县 隆南市的探昌县 西河县 里县 定西市的通卫县 民县 庆阳市的镇源县 群众对脱贫攻坚成效和脱贫退出的认可度 达到98.5% 表示家庭情况明显改善的受访农户达到99.3% 收入方面 2020年八个县建档利卡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达到8690元 三保障方面 义务教育辍学现象动态清零 贫困人口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 缴费补助率 合规费用报销比例全部达标 农村存量微房全部改造 所有农户清除了饮水不安全现象 兜底保障政策实现了应保进保 应兜进兜 从2016年开始 甘肃省实施生态护林园项目 使贫困人口实现了山上就业 家门口脱贫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护林园老隐的护林日记 看看当地如何实现脱贫攻坚和生态保护的双赢 龙南市五都区洛塘镇西沟村的村民隐生军 如今是一名护林园 下午三点 当了一辈子农民的隐生军 现在也按固定时间上去搬来 一辆摩托车 一把镰刀 一个装着日记本的资料袋 就是寻山的全部夹当 她的工作主要是寻山 及时发现森林火灾隐患 观察树木的病虫害情况 以及及时制止各种非法砍伐林木的行为 比如这捆树枝 西沟村周边林地多耕地少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当地还是过着伐木头换粮食的生活 外面这个需要训防 需要受车袋 它就不用它的量食 过来换我们这个木车 多的时候能多到什么程度 多的时间 到像明年到了冻枝的话 这就是可以说是铁碎把弄 这够的 就有时间以后 根本你看不到这山上 有那么的实路 全部都是吃了钢头的样 近年来由于环保意识加强 村里乱看乱罚现象几乎没有了 像尹生君这样的生态护林员 选聘前提就是建档利卡的贫困户 每年都可以拿到八千元的工资 守护山林的同时也实现了脱贫 尹生君把对山林的感情 写在了护林日记里 据统计 2020年甘肃省生态护林员选聘人数 超过六万六千名 贫困户年均增收八千元 管户林草资源总面积 达到四千五百多万亩 20号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我国已建成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基本医疗保障网 记者了解到 2018年以来 医保扶贫政策累计汇集贫困人口4.8亿人次 帮助减轻医疗负担近三千三百亿元 助力近一千万户因病制贫群众精准脱贫 贫困人口参保率稳定在99.9%以上 中央财政下达医疗救助补助资金达275亿元 90%投向中西部地区 通过基本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制度保障措施 贫困人口看病实现综合保障 发挥了重要的防贫减贫作用 在医疗救助上已经实现了农村贫困人口全覆盖 2019年我们医疗救助城乡一共救助人次超过七千万人次 住院的医疗救助水平达到了70% 总体上来看 贫困人口经过三重制度综合保障 我们的住院加门诊曼特病医疗费用 实际报销比例达到了80%以上 好 继续来关注脱贫攻坚 近日我们的记者前往了云南省文山州西筹县采访 这里99.9%的国土面积是山区 其中卡斯特地贸面积占75.4% 石墨化严重 以前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甚至有国外的地质专家判断 西筹县基本失去了生存条件 但是多年来生活在这里的26万群众 不断通过造田修路等方式改造环境 用双手在石头缝里闯出了一条脱贫心路 这几天夏英发一家正在收生姜 这是他家今年卖出的第四车姜 他告诉记者 前三车的毛利润差不多有30多万元 下英发曾经是建档利卡贫困户 全家脱贫靠的就是流转来的这30亩生姜地 以前这里是石头地 不仅耕种困难 产出的农产品想要卖出去也是难上加难 那时候夏英发家一年的收入不超过5000元钱 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 村民们在当地政府的带领下搬石头背土造田修路 夏英发和刘灯荣就是当时的亲历者 他都通过抓台地了嘛 那么现在变成土了 这些土都是老不行嘛 从山上 那么背下来就被石头抓出去了 老不行背土来贴了 现在就可以种种家了 目前西筹县已造地24.4万亩 人均耕地增加了0.4亩 开挖出了2298公里道路 行政村自然村全部通了公路 2012年以来 全县共治理石墨化140.2平方公里 也创造出了等不是办法 干才有希望的吸筹精神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三农报道节目 20号农业农村部公安部等部门和上海江苏浙江两省一市人民政府 在上海组织召开不省计长江口进步管理工作协调机制联合执法事实大会 并同步启动联合执法行动 不省计协调机制将组织开展为期一年的专项行动 打击非法捕捞行为 不省计协调机制将组织开展为期一年的专项行动 加强各类船舶和港口码头的管理 推进涉于三无船舶清理取缔 建立健全网格化管理体系 实施常态化水上巡航执法和暗房检查等工作 进渔区内禁止天壤渔业资源的生产性捕捞 并停止发放刀剂 凤剂 中华融凹蟹和漫描专项特许捕捞证 在上述禁渔区内因科研 监测 育种等特殊需要裁补的 需经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专项特许 据了解 长江口地处上海 江苏 浙江交界水域 是中华巡 刀际等长江水生生物的蝉卵场 索尔场 越东场 和实现江海回游的唯一通道 生态地位极其重要 近日第一届全国技能大赛战略合作伙伴和高级合作伙伴签约仪式赛经举行 本次签约活动是大赛组委会首次直接与企业签订合作协议 标志着职业技能竞赛工作 社会影响力和品牌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大赛组委会通过公开征集企业申报 专家评审和公事等环节 确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等六家企业为大赛战略合作伙伴 联想北京有限公司等九家企业为大赛高级合作伙伴 我们目前已经确定了105家大赛各个项目的设备的支持单位 这些支持单位所提供的设备设施工具耗材估值就达到了6.5亿元 20号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中外记者见面会 邀请四位民营企业家代表围绕万企邦万村精准扶贫的民企行动 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交流会上 民营企业家分享了各自企业在产业扶贫 教育扶贫等领域的相关经验 据了解 2015年开展的万企邦万村精准扶贫行动 旨在动员1万家以上的民营企业 参与帮助1万个以上贫困村 加快脱贫攻坚进程 5年内 全国已有近11万家民营企业精准帮扶12.71万个村 带动和汇集1500余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20号 证监会确定大连商品交易所的棕驴油期货为境内特定品种 由此 棕驴油期货成为国内期货市场上第7个 也是以上市农产品期货中的首个境内特定品种 境内特定品种是指允许境外交易者和境外经济机构参与交易的品种 受强冷空气的影响 近期我国多地发生了较大范围的雨雪降温天气 来看各地的应对措施 内蒙古赤丰市出现大范围大暴雪天气 多处日光温室和冷棚不同程度受损 种植户郑文斌告诉记者 当时他家的八个大棚还没等将棉被全部卷起 就陆续被大雪压塌了 棚里新培育的养赌俊苗也全部冻坏 只有我们两个人请 棚面就大 就请一个也请不过来 后来在起点那种就可以开始摊棚了 人也不敢上了 我们积极引导群众进行及时的更换羊苗 或者是及时补种 通过这些措施能够最大程度的保障 设施农业员区的农业生产 在宿州区现代农业施反区 全湖镇万亩核心园区里 农户们正在青草温室大棚上的积雪 九泉市宿州区农业技术人员 在降雪后积极开展技术指导服务 帮助菜农防御冻害 晚上采取这个增翁的这个方式 比如说增翁块 点燃增翁块 把这个增翁对树菜的影响 降到最低程度 一二三走 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源的榆田县 位于新疆和田地区 这里常年干旱少雨 人均可耕种土地面积极少 如何提高农民的其他就业收入 是当地脱贫攻坚的关键 2019年起 于田县的扶贫手工坊开始建立 利用互联网新模式 彻底解决了村民最后一公里的 就业与生活 今天的百集系列报道 三驱三周行 我们一起去榆田县的扶贫手工坊 看一看 新疆和田地区榆田县 夏马勒巴格村 这是一个典型的沙漠边缘的小村庄 土地少 风沙大 而在干净整洁的村委会大院里 却有一个手工小作坊 每天都会有十几个村民 定时来手工坊里上班 2019年起 分布于榆田县 27个村的扶贫手工坊开始建立 手工坊将当地特色物产 进行手工加工 打造统一品牌 进行统一销售 让当地的弱劳动力 也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木窑扇是夏马勒巴格村 特色的手工艺品 扇布是新疆特色的 艾提莱斯绸 扇饼则是当地的洋墓 村民多来提汉 正在用缝纫机签边 制成木窑扇的扇布 多来提汉的丈夫艾梅尔 以前在外地打工 随着国家各项扶贫政策的落地 榆田县的变化越来越大 工作机会也越来越多 艾梅尔也回到了村里的建筑公司上班 今天是周五 夫妻两人一下班就赶回家去 给他们的一对 上四年级的双胞胎儿女 做起了晚饭 復帖山 我以前曾经过一个女场经历去 我曾经过设计的时间 我曾经过议计划 ع过时我的家书 我曾经过议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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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书 tank里的过程 我就說我 在家书的那里 您的医院有馆 也有 居家职产模式 使得多来提汉 有了更多的时间照顾家庭 夏马勒八格村 库尔班扶平手工房 目前共有贫困户 20人实现了就业 人均每月都可以拿到 1500元左右的工资 正在进行直播的 是夏马勒八格村的直播员 阿依努尔 村民们在手工房生产的合格产品 都是通过他们 用直播的方式对外销售 于田县 27个库尔班扶平手工房 都由当地运营公司 按照统一标准进行建设 而每个村也都有经过 统一培训的专属直播员 大家想不想了解 我们为什么 我们的托平手工房 为什么叫 库尔班扶平手工房 因为呢 就是跟我们的 毛主席借鉴的 就是我们 于田县的库尔班大叔 库尔班叔叔呢 就是我们民族团结的代表 最好的代表 这些木条山 然后薰衣草 这个手工造 都是我们 快班手工房做出来的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们这个扶平项目 村民们 居家直产 居家直播 居家直售 这就是 于田县全新扶平模式的成果 三居三职 用一种创新的模式 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 让妇女 老人等弱劳动力 实现了家门口的 就业增收 在决战决胜脱贫 公建的过程中 存在着各式各样的问题 比如 如何帮扶体弱年老 缺乏一技之长的贫困户 他们面临着 外出务工难 学习技能慢 扶平产品推广难 销售难等等问题 在于田县的 三居三职扶平模式下 这些难题 都找到了相应的答案 还是那句话 只要不断创新 办法总比困难多 好 继续来关注 其他方面的消息 在外辛苦工作一年了 到年底 咱带回家的工钱 可不能少 近日 北京市全面启动 根治倩薪冬季专项行动 让农民工的工资 在春节前 按时足额发放 北京市的相关部门 对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 开展实地检查 现场查看了 工人维权告示牌 和工资表 考勤表 查阅了农民工花名册 和工资支付台帐 并通过电话 随机询问工人工资 发放情况 近19号一天 就检查957家用人单位 涉及农民工2.4万人 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24份 主要的目的是宣传贯彻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指导用人单位 企业规范用工 落实工资支付的主体责任 确保工资支付法规制度 落实落地 确保农民工在春节前 足额拿到工资 此前的1至10月份 北京市已查处 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 2303件 共为5000多名农民工 追发工资超过1亿元 每年冬天 新疆等地的牧民 都要进行转场 今年新疆伊宁县的牧民 用上了大货车来转场 以前10天的路程 现在一天就能走完 虽然容易受惊的羊群 并不喜欢接近大货车 但是在塞伊别克 艾利巴托尔手里 一盆饲料的吸引下 他们还是走上了车厢 以往塞伊别克 艾利巴托尔 用传统的方式转场牲畜 需要用10天的时间 长途跋涉 牲畜调标 生病 流产 死亡现象严重 有了大货车 一天时间内 这些牲畜就能转到 360公里外的草场 目前伊宁县的 15.7万鱼头牲畜 已全部完成转场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 一位80岁的奶奶 她叫侯金仙 生活在吉林省吉安市的 一个小山村 70岁之后 她来到长春和子女一起生活 开始学习画画 到现在已经有了 1000多幅作品 老人80岁生日的时候 儿女们给她举办了 一场画展 这一屋子的画 都是侯奶奶的作品 这些还只是老人 十年间画的 1000多幅作品中的 一小部分 儿女们在老人生日之日 为母亲筹办的画展 主要是完成老人 一直以来的夙愿 她就喜欢 完了我们就鼓励她画 以前就跟她说 老妈你好好画 画完了之后 等着80岁的时候 给你做画展 在农村生活的时候 老人就喜欢画画 靠着种地 她和老伴 把五个子女 都送进了大学 如今 老两口被子女 接近城里生活 老人也终于不用 再为生活操劳 可以安心画画 十年的时间里 侯金仙老人 画了1000多幅作品 老人的绘画作品 虽说在技法上 不算高超 但对于从农村进城 的老人来说 也是找到了精神寄托 让自己的晚年生活 变得丰富而充实 其实好多老年人 都面临着这个问题 因为城市化的这个过程 好多老人都到城里来 无论是自己住 还是跟儿女住 其实都面临着这个问题 如果能找到一个寄托的话 后半生可能会过得幸福一些 好 本期的中国三农报道节目 就是这些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您还可以关注农业农村频道 微信微博 更多移动视频 请下载央视频 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